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现在在我们的潮湾营地这里 二七在搞,这一边在搞,然后福台在搞 我呢,书球学会搬走了,现在就是这一栋楼 现在这一整栋楼呢,我租下来,然后就是 作为我们基地用的,还有我们的直播间 就是我们团队,现在就搬出来 原计划是说要集装箱的,但是他这边到七,他走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给他,一大片给他装修起来 用作我们的直播现场 现在师傅们也在这里,正在施工当中 这边是我们一个大的办公室,就是我们剪辑视频啊 有开会啊,在这一边,这一间 现在正在关栗子,马上掉顶 哇,这一间够大了,现在够宽了 就是以后每天就在这里来工作 村里面呢也留着,这里也在 这边有四个小的直播间 王总 别叫大哥,吓我一跳 这有一间,现在是放小的直播间 可以临时办公剪辑 这里有四间,阿朗呢,在那一间大的 里面有一间大的 这边还有一间更大的 啊,这边还在 贴板 贴完板,等它扰回来,然后 装灯,那个顶来要再弄回 重新拉定装灯,差不多 肯定要钱可以啊 这边呢,就有我们的储物间啊 下面,一楼这里的小储物间 炸物间 二楼市办公区,财务区 还有那个 呃,我们的 地种啊,办公室 这一间也差不多 这一间也差不多 掉好顶了 这一间掉好顶了 那边的直播间还在那边 那边还有一个大直播间 嗯,这个就是我的办公细料 哎呦,老板来了 哎呦 一二三,上车 哼,还没开始卖呢 哎呀 把家里面的这些都搬下来 家里面 打不下了,外面还挺烦 家里面 丢荒 丢荒 乱说话 丢荒 他说我们家里面丢荒了 把我们都不管老人丢了 家里面手家产 哪里不手家产 那这边的话 下午呢 那边还改一个那个冲凉房 在那边 他说因为每天都要去游泳 每天游泳呢 上来呢 我每天开不清 原来是在化妆间那里吧 零食用的是化妆间 现在搬上来了之后 就可以游泳 吃饭之后 休息完了 晚上直接在这里开播 然后下播的时候呢 也可以在这里再播 下面等装修完了之后呢 就不用来回村里面跑 现在每天都是来回村里面跑 很累的 嗯 这里去买点绿子回来 这种事情就交给弯弯了 买绿子 把那里面都是有吗 挖一点那种草来哦 难搞哦 风拔那种了好多年 呀 这些奖杯竟然拿来要叉叉 不是全部都搬出来 没有 我才搬出来一半了 那边还有呢 客厅那边还有呢 搬新家人 致敬 真知灼见 头条 百万 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 这边有 这边有 里面还有呢 唉想想这些年 多不容易啊 这些年付出节目都 是吧 换来了 两面墙 换来了两面墙 大家晚上有时候会看到我在晚上如果是十点十一二点 因为我们在这里 积极直播的话 以后会越播越早 可能七点钟就开播 开到十点 十点之后又赶回村里面去播 就很晚 呃 直接就在这里 下播就近 那边一关机 这边直接一开机 我们就在这边 开启咱们的直播 就是工作不停嘛 二十四小时 除了睡觉那几个小时 其他时间全部都在干做 不工作啊 不得 一定要工作啊 兄弟姐妹们 哎呦 今天刚刚把这里收拾好 现在还没收拾完 嗯 然后 看一下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后期就 陆陆续续又会跟大家更新我们的视频 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生活 不要笑 严肃一点 每次我一说这句话的时候 要隔一个月才发下一个视频 现在不会啦 兄弟们相信我 顶多半个月一个 那也不会 好了 下面今天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还在极建 等全部极建完了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 加油 拜拜 坚持更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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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